三藩市公務局人員 今天去到華埠 Stockton街和Grand街 進行深度清潔 包括高壓清洗馬路、行人路、清理垃圾及塗鴉等 母豪然報導 三藩市公務局的Clean Corridors SF計劃 每星期四都會去到市內不同社區進行深度清潔 公務局今天去到華埠 Stockton街 由Sacramento至Broadway街部分 還有Grand街由Bush去到Broadway街的路段 派出員工高壓清洗街道、打掃垃圾 以及清理塗鴉還有街招等 公務局希望藉助深度清潔 鼓勵民眾繼續保持行人路的清潔 將來將會進行更多外展工作 提醒商戶和業主有責任日常清潔鋪面 和物業鄰近的街道 除此之外 當局今天也派出專人向受塗鴉影響的業主 或者商戶講解 可以選擇自費清理塗鴉 或者是參加市府一項 免費清理塗鴉的試點計劃 符合這項計劃資格的 包括華埠在內的特定商戶和私人業主 公務局或者承包商會為計劃參加者 評估塗鴉情況 並以由七幅蓋塗鴉 或者使用高壓清洗和化學融劑的方法清理塗鴉 有興趣了解更多詳情或者參加計劃的業主 可以致電311客戶服務中心申請 26台記者 毛浩然報導